大S突然傳出 閃架庫隆成員劇俊夜的消息 掀起一波熱烈討論 劇俊夜也在9號上午抵達台灣 正式倒數要跟舊愛重逢的日子 不過網路上卻突然傳出 大S疑似要全面退出演藝圈的消息 還火速登上微博熱搜第一名 讓許多粉絲都嚇壞 但據自由時報報導 大S經紀人無奈回應 不知道這個消息是從何而來 因此也沒辦法做出回應 而其實大S要退出演藝圈的謠言 並不是第一次傳出 目前的她把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 已經很久沒有出現在螢光幕 不過小S之前也有提到 皇姓姊姊心中還是有演員的戲影 也許有適合的時間 就會再次出現在大家面前 如今大S找回20年前的愛情 外界都給予極高的祝福 但徐媽媽在受訪時 似乎對再次空降女婿這件事不滿 也傳出她正在跟大S冷戰中 徐媽媽也在臉書上發文 疑似在抒發心情 PO出兩隻雞的照片寫下 對著吵吵吵 之後也說 不要來搶我的女兒 我灼死你 暗示著對於女兒閃昏的不諒解 而夾在中間的小S 也成了關鍵的何世佬 據TVBS報導 小S表示 都是一家人彼此這麼相愛 還能冷戰多久 也說之後會再幫姐夫說話 看來要等聚軍業隔離完後 一家人才能好好培養感情啊 這是我的天啊 我心裡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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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